大家好,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二 亦是有一個嚴正聲明的時間 有些現在已經開始 雷元達都被人抬了出來 也有些昆記高點都有人說 當然了,這個要你自己小心,好嗎? 再其次之後,我們看看北水的流入 昨天已經有水流出去了 今天可能會有水流進去 不然就要小心,人家可能是高位在出貨 再其次,我們看看這個行業板塊 今天行業板塊,昨天升了很多紅 今天也有很多紅 這個比較少有,希望可以持續下去 在這一點,升了最多是煤炭、零售等 地產金融會好,因為阿爺說 有幾十間公司要舊 要補它,所以這個會變得好 再其次,我們看看個別股票方面 阿里巴巴之前跌了很多,現在又要回來 再跟著,融創中國,因為又是補地產 所以又是好 再其次就是,很多的這些小鵬汽車 一直都好,中國的移動只是增長很少 再其次就是,碧桂園這些又是補地產 所以又升得7%,萬科企業又6% 這個龍鴻集團也有7%,這個補地產的問題所影響 以前也有說過,就是阿爺一定會救 對有些是有擔當的地產股 就是說之前是比較往績好的地產股 是會肯救的,是肯保他們的 對於一些不知怎麽搞的那些,他就不知怎麽搞你了 這個就沒法子了 在這裏來說,亦都說 守到保利加東做宗族就會試圖 上去試衝到保利加東做宗族 這裏今天是上去的 問題是有一個不好處,上面好像有一個垂頭 扔下來這樣,這裏會否亦是產生的阻力呢 暫未知道,要等到明天,再跟著這裏 之後就看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一個是測量點 當然一定要升破了這裏 這裏的高位 這裏的高位是多少呢? 這高位升破了這裏就可以了 這高位是182,269 就算是183 就算這個不升破之後 如果明天或者後天能夠升破 這裏的高位 但是181已經都可以了 即是說,今天是需要談上去 如果之後需要談上去 182左右至181左右 那就OK 暫時受了這120 如果升破了之後呢 就可以去挑戰大約是萬9點的 今天有什麼個別股票可以留意呢? 其中一隻是銀行娛樂 就可以視衙的 列車 是 谢谢大家